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日益恶化 川普总统在白宫宣布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各家医院根本没有床位接纳 可能会成千上万蜂拥而至的病患 现在连要求做检测都很困难 不过川普强调政府已经破例快速批准制药公司生产新的测试剂 有记者追问川普他跟巴西因为确诊官员合影之后 拒绝做检测是不是很自私 而川普则松口说他会去做检测 美国正在启动对除英国之外的欧洲国家的旅行 禁令记者张国华华盛顿报道